大家好 由於時間關係 我會直接進入正題 我們今晚最主要是會 首先是告訴大家 條例、工作守則和行政指引三方面 我們今晚最主要集中是會講工作守則 條例簡單來說就是法例的規定 大家必須遵守 工作守則方面 是由主管當局 即是民政事務局局長 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第44條發出的 是給予指導和指示 行政指引作為最佳做法 建議相關各方遵守 我們今晚最主要會集中講工作守則 工作守則方面我們最主要有兩方面 第一個是講 供應品、貨品和服務的取得 包括直接招標城頭和有關的程序 另一個是大廈管理和安全工作守則 我們今晚最主要是講第一項 即是供應品、貨品和服務採購工作守則 在這方面我們最主要是在整個採購的流程方面 我們有七個部份 首先就是行為守則 即是行為守則方面 主要的規劃 第一項是關於法團代理人或僱員的規定 首先就是不得索取接受執行職責所帶來的利益 也要按照廉政公署發出的指引 書面申報執行職責所帶來的實際或潛在利益衝突 另外就是申報紀錄在管委會會議紀錄成為招標文件的一部分 保存最少是六年時間 這一個是新規定來的 還有在開始已被招標、審議、投標文件 或者是發覺可能有利益衝突的時間 是以書面申報實際、潛在或者在觀感上的利益衝突 亦都是要防止欠下有意投標者或者投標者的人情 即是不要欠人人情了 另外一個我們主要的規定 關於公契經理人或者物業管理公司的規定 是要以書面的形式告訴管委會 有以下的利益或者關係 第一是和管委會委員、法團、顧問 或者是專業服務提供者的個人業務 或者金錢利益關係 以及已經是表示 標書牽涉其個人業務或者金錢利益 不得參與有關標書的評審和商議的工作 以及在管委會會議紀錄成為招標文件的一部分 是要保存最少六年的時間 這三項都是新規定 另外是關於管委會委員的行為守則 最主要的規定是不能夠向供應商、承辦商索取 接受與投標有關的利益 以書面的形式是告知管委會以下的利益關係 第一是與工契經理人、物業管理公司、法團、顧問 或者是專業服務提供者的個人、業務或者金錢利益關係 第二是就管委會、法團將考慮的標書有個人、業務或者金錢利益關係 這也是要書面向管委會告訴他們這些潛在的利益衝突 另外就是凡是已表示標書牽涉其個人、業務或者金錢利益 在會議討論有關項目的時間 是需要備職或者放棄投票的 另外是要記錄在管委會會議紀錄成為招標文件的一部分 保存最少六年的時間 這兩項都是新規定 在以備招標書方面主要規定是有 第一項是不可以純粹為了避免遵從條例第20A條的規定 將一份價值較高的採購合約分拆出另外一份合約 招標書副本需要張貼在建築物的顯眼處 如果招標牽涉法定通知、命令、指示的強制性工程 在草耳標書前和已決投標前 需要向業主提供這些資料 在建議設實可行的情況下 在考慮採購的性質之後 採取公開招標 建議在招標文件之中 加入承訊和反圍標條款 這三項是新規定 我們在承訊和反圍標條款方面 在承訊條款方面是防止賄賂條例方面 例如不能向貨品供應商、服務承辦商 索取、接受佣金或免費服務 另外申報利益 以及處理機密資料的時間 在不可以洩露使用法團 在合約、隨後通訊文件中提供的資料 在反圍標條款方面 是要通知投標結果前 在通知投標結果前 投標者是不得向法團以外的人士 傳達標價的資料 透過其他人的安排調整任何標價 以及與其他人士 就投標者是否應投標定立任何的安排 在投標過程之中 與任何人士串通這些都是不可以的 詳情請參與廉政公署發出的樓宇管理實務指南 在邀請遞交標書的數目 有幾項的主要規定 第一項 按建築物管理條例 第二十A條或者附表七五段 如果進行招標邀請遞交的標書 最少需要達到以下的數目 首先就是多過一萬和少過二十萬的合約 最少需要邀請到三份的標書 或者是多過二十萬的合約 最少邀請到遞交五份的標書 如果有效的標書的數目 是少於以上的規定的話 管委會就要通過議決決定是否接納這個投標結果 在收集和開啟標書方面 是有以下的主要規定的 第一就是採購一般的規定 標書必須以書面和密封的形式遞交 是要放入專為裝載這個標書 而且設得是堅固的投標箱 投標箱方面是要雙重的上鎖 鎖匙須由主席、秘書或師傅分開保管 在開啟標書的時間 最少是要在三名管委會的委員的見證下 同時間簽署和註明日期 以上的規定如果是難以設實進行的話 要是經過法團的業主大會的議決 是可以接受人使遞交標書 或者是寄往法團、註冊辦事處 或者是經已決的其他指定的地點 以及亦都要妥為確認和穩妥地保存這些標書 另外一方面如果大家就著參加一些 例如市建局為大家提供的樓宇復修計劃 招標託樓宇復修出眾服務 或者樓宇更新大行動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資助計劃 就要遵從該計劃所採用的收集和開啟標書相關的規定 另外就是考慮和決定是否採納標書 有甚麼主要規定呢 就是如果採納的價值不超過法團每年預算的20% 標書需要在管委會上以決是否採納的 如果可以提供方案超過兩個 而在沒有一個方案得到過半數的以決的話 那是可以採用以下的方法的 第一就是逐步淘汰 在每一輪淘汰最少的方案 另外一個是初步欣選 在第一輪後初步欣選兩個方案 或者是進行第二輪的投票 去確認第一輪的票數最多的方案 建議通過顧問工程合約之後 要以書面通知所有的投票者 業主和住戶結果 在保存和查閱招標程序相關文件 和簽訂合約時間方面 是有以下主要的規定的 管委會需要被主管當局租客代表 註冊成額人 註冊成額人 或者由業主或者註冊成額人 以書面方式授權的人士 查閱招標相關的文件 和在收取合理的費用之後 提供有關文件的副本 和招標相關文件 需要再有足夠的資料 讓查閱人士可以計算法團 需要承擔的費用 在簽訂合約的時間方面 如果投標價值是多於法團每年的20%的話 法團應該視乎個別的情況 考慮在業主大會通過議決之後 在一個月之後 才與供應商或者承辦商簽訂合約 這是新規定 我們都會建議大家 做一些適當的核對程序 包括什麼呢 就是將條例和工作守則的要求 和行政指引的最佳做法 合併成為一個程序的核對清單 如果沒有遵從清單指引內的任何項目 管委會主席和經理人應該作出解釋 以確保透明度和問責性的 另外也是鼓勵管委會主席和經理人採用清單 這個簡報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謝謝